好 週末到了我們來解一個 嗯 算有點難度的 中等的LeakCode的一個題目 那我們打算採用的方式是用動態規劃 加上 Big Mask 來去解答 LeakCode當中的 第2305題 所謂的公平的去分配餅乾 那這裡面它有定義一個 Unfairness 一個哺乳類來講 所有的餅乾都是它的 那在這種情況下 那就是這樣的餅乾 樹的總和 好 好 那我們先看到它相關的題目 好 在這邊的話 它這裡做一些解說啦 主要是說 它有一個陣列 基本上就叫Cookies Cookies裡面這個個別元素 當然就是代表 什麼 第i帶裡面當中的餅乾的數字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數字叫做K K代表的是你要去分配的人數 好 它這邊講children 那是小孩 那它有一個限制 就是說 所有 在 同一代當中的Cookies 是不能 分給 其他人 好 所以它就 就 要拿的話 就整袋拿去 好 那它定義了一個叫Unfairness 好 所謂的 不公平的程度 好 那就是說 當我們做這樣的分配的時候呢 它就是找 呃 其 所有當中分到 餅乾小孩 它所得到的餅乾樹裡面最大值 好 最大值 那 它是 要 我們 傳回來的 應該就是 當中的 所有這樣的分配裡面的 最小值 好 我們就看一下 先看一下它這邊一個 例子 好 這邊有兩個小孩 然後餅乾有這麼多 那 它這邊的答案是31 為什麼是31呢 那 嗯 它這邊就是說 它其實有一個分配就是 8 15 跟8 好 所以這樣加起來的數字當然就是31 好 另外一個呢 就是10 跟20 這樣加起來的話是30 那 有沒有再比這個 能夠再分配的更均勻一點呢 是沒有了 所以呢 31 跟30 之間呢 當然是31 是 比較大的數字 所以 它的 unfairness 在這個例子的話 它就是 31 好 所以這裡面是有關於題目的一個說明 好 如果語文上 有問題的話 我們這邊也有做 一些中文的翻譯 好 那 特別 重要的一點就是 餅乾 同一代的餅乾 是不可以分割的 好 那 那 當中有很多種解法啦 一種解法就是 使用回溯的解法 好 好 所謂的 backtracking 好 這當然也是一個蠻標準的一個解法 嗯 那 甚至在 他們的 lead code裡面的參考解答 他也是採用這樣一個解法 好 那我們這也是不只採用 好 當中 其中一個 考量是主要是 跟 時間複雜度是有關聯的 呃 如果你採用 backtracking的話 它的時間複雜度 會是 就是 k的n次方 呃 其中 k就代表 小孩數嘛 n的話代表 是 那 所以我們那個做法 當然就是 採用所謂的 動態規劃 好 但你要做動態規劃之前 你必須要先找出它的 呃 地回關係式 啊 那我們知道 呃 它是 這些餅乾袋嘛 好 餅乾袋 我們這邊就是 假設就是我們的 cookies 好 當然我們這裡方便起見 我們還是用 比較數學的方式來 來去先去想像 然後再找 比較適當的方式 好 用程式來解 那我們所以這個cookies 裡面當然好幾袋 好 因為每一袋的餅乾是不能分割的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去表示 那我們考慮就是說 當這個所有 餅乾袋當中一個子集合 好 那我們可能要考慮的就是說 他的 嗯 unfairness 的計算方式 我們用F這個來表示 呃 你要分給 K個小孩 來 好 那 我們 第二個參數 我們就暫且先擺這個子集合 好 那這個的話要怎麼去考量呢 嗯 嗯 基本上你可以這樣去考慮 嗯 我們要做地毀的話 就是要把 把這個K啊 把它變 變小 把這個S也變小 那其中一個方式就是說 我們先把 其中一個人先把它 挑出來 然後呢 這裡面呢 去找 然後 S當中的一個子集合 像社交Splank 好 那 那 剩下的 情況呢 就是所謂的 可以減一個人 好 可以減一個人 那因為這個Splank已經 被 被一個人所 呃 佔有了 所以就剩下的就是從 S當中要去扣掉 這樣的Splank 這樣一個集合 那原則上因為 Unphagnus是 它當中的 極大值 好 所以這邊當然就去 Maxima 那我們的問題呢 是要去取 這樣的命 所以這個部分呢 大概我們先了解 哈 它那個地毀的關係 好 接下來我們來 考慮 呃在程式上要怎麼去 把這個地毀 地毀是把它寫出來 啊 當然我們也是要用到 呃 呃 額外的記憶體 啊 不然的話它那個實踐是非常可觀 好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我們要怎麼去 動態規劃 啊 前面我們已經 知道它的地毀關係了 那 我們怎麼透過 位元處理方式來處理 呃 剛剛的類似的排列組合的問題 好 那 Big Manipulation呢 一般來講是算比較低階的 但是 雖然是低階 但是它對於處理排列組合問題 那個 能力非常強大 啊 所以 呃 除非你是有像 Python套件 像NumePy 當中 它有 呃 可以專門去處理排列組合的 這樣的 高階的一個套件 一般來講 我們習慣上 還是透過位元的 處理 啊 來解決 呃 類似這種排列組合的一些問題 啊 那它在效能上來講也非常的好 好 那所以我們的 dp 原則上我們是二維的 那 前面當然是k 啊 所以我們這邊是0 應該是0到k 好 所以這邊應該來講應該是 到時候來射的時候應該是 可以加1 好 那 這裡呢 我們就用個mask mask呢 原則上呢 它應該它的數值是0 到2的 n四方 減1 那我們這邊 其實可以透過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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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在衛援處裡面經常會用到的 接下來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察 當我的mask 跟1向左移位 i個衛援他代表 什麼意思呢 如果他特別是等於1的話 這個代表就是說 我這個第i個 餅乾帶呢 他是有 是有被選取的 是有被選取的 那如果說我們這邊用 所謂的護次貨呢 護次貨的話 意思呢 就是這個第i帶的 餅乾他就會 不被選取 好我們其實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 處理各種的不同的一個組 好有關於程式的部分 我們稍微看一下 那我們先看C++的部分 好 所以我們在這裡 先在這裡先宣告 我們的 二維的陣列 那盡量是把它擺在外面 好讓它變成痊癒變數 那我們這邊有個unfairness 就是我們前面所講的那個f 好 那它裡面的參數當然這裡面是 Cookies那個陣列 然後 它的一個長度 可以呢 是代表你要分配的人數 那我們這邊一個mask bagmask 那我們當然因為採用動態規劃嘛 所以就是說如果 它 我們原 我們會將這2D陣列 一開始的時候 就全部都是填上服役 好 如果進入我們這個D回 呃 D回函數 如果它不等於-1的時候 就代表它 實際上已經算過了 我們就直接把它傳回去這個詞 就可以了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去計算 呃 你在這個mask 當中呢 全部是 mask當中 全部跟mask 呃 做且計算呢 都會等於1的情況呢 就是 全部把它做加總 好 這個意思其實也就是 呃 我們剛剛 剛剛所看到的 全部分給一個人的情況 好 所以我們這個 這邊的計算 好 這邊用這樣的 Lambda的一個函數 來做處理 好 如果說我們 K等於1的情況 所以我們就 代用 這個 sum cookies 當中的 參數 我們當然是填 好 一開始丟進來的 bag mask 好 下面的地方就是 跟D回有關了 好 那 所以我們這裡的做法呢 就是 將它所有的組合 那我們特別用mask的方式呢 實際上就可以將它所有組合都找出來 所以我們 mask的初始當然是先這邊 控制變數的部分先用bagmask 只要它大於0 我們就 都進行 然後它的變化呢 就是它-1 再跟bagmask做且計算 好 這個透過這樣的方式實際上我們就可以把 它相關的 s'的各種的 組合都可以找出來 好 那 所以這個sum1 就代表的是 全部分給一個人的情況 也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呃 f1的情況 好 那後面sum2的地方呢 我們這裡實際上就前面簡報 剛好是 k-1 然後 s這個集合 扣掉s'這個集合 那這邊怎麼 怎麼做呢 就透過位元處理方式 我們這邊當然就是 很簡單就用一個 sor的一個計算 實際上就可以達到這樣一個效果 好 所以這邊呢 我們就個別在這個組合裡面呢 它的unfairness 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然後我們把所有的組合呢 我們再取命 好 那你在 呃 回傳回去 之前呢 先把 你計算的結果 先 塞給我們的dp的這個 這個陣列 好 然後這個在 在計算上 你就可以避免重複的一個 計算 好 這個當然是我們一個 呃 主要的部分 好 那你要進入 進入這部分 你當然需要 啊 從這邊去呼叫 啊 所以這 n就是我們的 cookies 的 總數 啊 這邊呢 那我們做一個 2d陣列的記憶體的配置 啊 所以前面那個參數是總共只有 可以加一個 後面那個的話 當然很清楚是 2的n次方 好 一開始我們全部都填 一 好 那我們實際上 只要去呼叫 unfairness 這個函數 參數我們前面 填 cookies 填 n 這邊填 k 後面這裡再填 2的n次方 減1 那這樣會 達到什麼效果 這個是 只要有被選取的 他的那個 位元 位元 位元的部分 全部都會是1 好 總共會有 n個1 好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達到 呃 dp 加上mask的一個做法 好 相同解法 呃 我們也可以 做適當的一個修改 好 一樣可以在 python上也可以 可以做得到 好 所以這個都不是很大的問題 好 這個部分我們就 好接下來我們要看 程式實作的部分 我們就直接切到頁面 好 這邊也是我們那個解答的頁面 看的人也不少 好 呃 可能不少人對這樣的解法 有感到興趣 好 那所以這裡 擺在這邊的是7++的 我們先讓它指行一下 好 呃 可能不少人對這樣的解法 好目前的兩個 例子都是對的 那 這個我們就不再submit 齁 另外一個是 python3的 我們也讓它指行 好也都是正確 好時間稍微比較久一點 但是 總是 算 算 算是ok的 好 那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 也為了 方便一些人學習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 加上了一些 呃 說明 好 特別是我們在這邊 加上一些註解 方便需要的人去看 那 這邊 有python版的 好 有關於城市的部分 那我們就先到這邊吧